澄清一下啦 就是強制性行為跟偷拍這兩個字 已經是檢察官到最高法院都不起訴了 所以我希望未來不管是媒體朋友們 或是網友們都要斟酌用字 因為我會剛好最近很熟悉法律工具了 所以這些事情還是要給我人生一個開口 沒有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加在我身上 就這樣 謝謝大家 帶你來關心顏顏雅倫跟網紅耀樂之間的紛爭 今天是這次來到士林地方法院開庭了 先前網紅耀樂是指控顏雅倫有涉嫌偷拍私密影片 甚至是有強制性交的情況發生 不過士林檢檢署在審理之後是發現說 這個耀樂在拍影片的時候是有看鏡頭的 並且也沒有強制性交的情況 因此是將他來不起訴 但是因為網紅耀樂跟顏雅倫在發生關係 並且拍攝影片的時候 這個耀樂只有16歲 因此顏雅倫已經違反了 顏少法的顏少性剝削條例 因此將他來起訴 而今天也是第二次來到士林地方法院開庭 帶來聽顏雅倫稍早最新說明 澄清一下就是就強制性行為跟偷拍這兩個字 已經是檢察官到最高法院都不起訴 所以我希望未來不管是媒體朋友們 或是網友們都要斟酌用字 因為我會剛好最近很熟悉法律工具了 對所以這些事情還是要給我人生一個開口 對沒有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加在我身上 就這樣 好可以聽到這個顏雅倫是嚴正否認 他的妨害性自主 並且是也沒有偷拍的情況發生 他強調說希望外界跟網友都不要再來加以揣測 並且是散佈謠言 而他最近也有在學上官法律的事情 希望說外界是不要再來謠傳這件事情的情況發生 不過其實在先前第一次開庭的時候 就有謠傳說有1200萬元的天價和解金 但對於這個和解金雙方是都加以否認的 甚至說網紅要樂在開完庭的下午之後呢 他也是有開直播 他說呢是沒有1200萬這件事情 但是他有提到要700萬的和解金 而這個和解金是要捐給任何一個兒少基金會 他都可以 但是目前呢到底有沒有和解 顏雅倫呢他是也不發異語言沒有來做多做說明 到底情況為何呢還得再來持續旅行 我們下一個月下午前 我們下午後